字幕提供 Hello Facebook 的朋友, 你们好 Share News 的朋友, 你们也好 Crossover,时间V life channel 他是这个数字允计 币家不要太特别, 四万一 传统金融 希望稍微好一些 中國大陸說全民會降準 然後國家隊、自衛隊、搶錢隊全部都出來 希望股價可以維穩 有些股票又回來 支付又回來香港上 多多一點 港股好像 looks like 沉落底 希望反映了美股 因為基本上很多壞消息 或者不利好消息 但是股票都不釣 人們就說不好不好 就等於好 所以希望復活節駕期後 復活 幣價亦都跟隨這些 Lasdaq 現在很多人都同意 很多幣圈的大卡 都說 Lasdaq 不好 其實幣也不好 很奇怪 他們只是說Lasdaq 不是傳統那隻刀鐘 所以看到 科技人始終是科技人 OK 我們先分享三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運動APP Move to Turn Start In 之前提到過 GST GMT 它會有一個銷毀機制 銷毀機制 銷毀機制何時公佈呢 它就說 在Twitter的追蹤 超過20萬之後 就會公佈 一個星期前 已經到達了20萬 這個數字 買鞋都買了20萬人 現在就剛剛公佈 它的銷毀 GMT計劃 由即日開始 每一天 就會用1萬隻Solana 去買回GMT 買回回來的GMT 就會消毀 1萬隻Solana 大概是107萬美金 每天用107萬美金 等值的Solana 去買回GMT Depension GMT 有多少隻 總共有 發行6億隻 現在就在街上 因為之前是透過Launchpad 這樣出去 問題是什麼價錢 上市是一個先 一個先 現在是兩個多幾 如果兩個多幾 差不多6億隻 我只會12億 但其實出售了出街 其實不是很多 對 對 對 每一天就有100萬美金 一萬隻Solana 現在手上會有2600萬美金 等值的資金 大概一天一萬隻 大概26日 就完成首階段的洩毀 剛剛公佈出來 對股價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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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沒有大影響 但反而對GST 就有些支援 4.7 大概升到5.5元 5.1元 其實GST 潛力很大 因為Move to Earn 出來的賠償就是GST 所以如果它的价值持续存在 持续对人多人玩 有更多的contribution GST可能会有一个当炒的说法 因为很多collapse 都未出现 所以大家要留意 STEM GST GMT也不需要留意 GST大家需要关注 好吗?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以太坊基金会 2.0升了 最初他们说希望6月可以做得到 现在说6月未成功 会延迟 其实他们说了几年 两年有多 我记得我2018年开始玩这件事 2019年去过一座 seminar 听到其中一个founder 说他们怎麽厉害 将来怎麽升 今年22年都已经说了三年 2020年有一个beta 对 其实一直都有 progress 但正因为这麽庞大的 一件事又要decentralized 所以升级各方面 的确是需要这麽久的 要小心的 但他说 虽然6月份 肯定没有可能 由Proof of Work 但无论如何 在今年之内一定可以实现得到 所以 今年年尾 之后 就不会再是Proof of Work 会转为Proof of Stake 所以他也在告诫所有人 现在是不应该再用资源投入去买任何 和相关的矿机 因为未来过多几个月 就必死无疑 就必死无疑 有一个responsible的态度 即是温馨提示 因为有些怕 现在挖刀很开心的 有些不太懂的 有些POW POS 都不知道是什麽 那些人 又要刮矿 他不是挖矿 而是挖矿 因为怕你有很多古灵精怪的骗子 就会说 这东西挺好玩 挺好赚 卖给你便宜 想退休 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就会出现 想脱身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小心 好 第三件事 你平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些 头晕心 古怪 又个人比较暴躁 我经常都是这样的 怎麽办 因为澳洲两间大学做了一个心理研究 在一个心理学的企业 即是心理问题 心理出问题 就登了出来 他发现有炒币的人 会有炒币的人 会有炒币的人 其实会出现精神病态 那没理由 我不是炒得很厉害 那你有没有精神病态 精神病态有什麽呢 有几样东西 有自戀狂 还有一个就是不信任政府 这是必然的 这是基本的态度 这是错心 还有错失恐惧 FOMO 我广东话就叫做 就是怕死执书 就是有些东西 执书行头 惨过敗家 就冲进去 Fear of missing out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FOMO 会有这几种的心态 全部都不太好 有意思 不过 他的研究 Fear of missing out 是很小的 只有五百多人 你刚才说澳洲 是不是 澳洲会有这样的情况 例如访问的 全部都是澳洲人 你要明白 他们睡得很临着的时候 就是币圈最活动的时候 那些人早上上班 晚上就炒币 有点像你 你就会放了很多时间 在你睡觉的时间里做这件事 人在失眠的状态下 或者充足睡眠 人会有焦虑感 这是生理常识 生理情况 没有生理常识 生理情况 很自然地 A1加1就等于2 现在他们也不是 1加1就等于3 因为你加入了很多心态 其实以往 这件事都形容在炒外汇 炒王金的人 一样的 因为你整天都不够分 好像今天 我告诉你 我今天什么都不想炒 因为我不够精神 不够精神 所以 不要紧了 休战一天 我经常都是这样说 一定要有自己的心态 不行 不要强行 不够精神 你输的机会很大很大很大 是 因为一有什么失眠 一转 你就转不到身 不过其他的市场 外汇好黄金也好 24小时 但是都是5成24 至少付货户也有几天假期 但是 7成24 年中无休 年中无休 所以一定要学会 如何吩咐到时间 作息时间 总之都是这样 首先 如果你投入的资金资源 是一些 you can afford to lose 你就不要太紧张了 因为 根据我和一些同事 Sero 我们公司和一些其他同事 我看到我的经验 就是告诉大家 你越不紧张 你就越容易 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可以达到 你太紧张 下降的价位 你一刀着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短炒 你就很难体现一个长线的持仓目标 因为 等如某些股票一样 你不持有长仓 你中间转来转去 踢来踢去 最后的结果 就是只有一个刺 输一些 花费也会输死你 最重要是 玩得开心 活在当下 因为现在的 这个pandemic 对香港可能现在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上海 国内有很多城市 铺天盖地的新闻 从这里发觉 饿亲人 人们开始情绪崩裂 等等 可以看到 这是能够带给大家 一个很大的压力 生活上压力 活在当下 最重要就是 以后可以走回头 往前走 往前走 明天会更好 广告也会这样说 明天就会见不到 明天就会放假 星期一也会见不到 星期二 下星期二会再好 我们星期二和大家再见 今天和大家说到这里 Share news的朋友 拜拜 Facebook的朋友 请请 拜拜 假期后见 今天我们还是瘦冷日 明天復活 节就开始了 拜拜